史上最快的成名速度是多久 20分钟 2010年7月25晚上9点 BBC神剧《神探夏洛克》第一季晚上9点正式开播 到了9点20分的时候 他的名字在推特上如燎原之火烧遍了全球 并如火如土地燃到了现在 而这位男演员的名字就叫班奈迪克·康伯拜区 喜欢他的粉丝还给予了他一个昵称 卷伏 但在大红大紫之前 他跑了十几年的龙套 更令人不可置信的是 他还是一名新二代 那么他为什么放着不凡的出声 宁愿跑龙套也不靠父母出名 这里是BBC岛 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班奈迪克·康伯拜区的故事 1976年7月 卷伏出生在英国伦敦 正如前面提到的 他的父母都是演员 他们会经常带着儿子参加演出 正是因为这点 小小的卷伏爱上了表演 十岁时 他首次登台演出 参加了学校排放的影片 又便是 两年后 他又出演了莎士比亚的喜剧 《种下业之梦》 稚嫩的他 却获得了不少好评 至此 他更加坚定想当演员的梦想 但父母从来没想过 让儿子成为一名演员 因为他们深知演员是个风险性极高的职业 稍有不慎就会摔了饭碗 在父母的呵斥下 卷伏进入了哈罗工学接受正规学习 在学完之后 他依然对表演深感兴趣 一直试图寻找演出的机会 但作为新人的他 远没那么幸运 在一开始就能得到主演的机会 再加上 他想靠自己成就一番事业 所以 他在毕业之后 不得不成为了一名伦敦票 没有实现梦想的他 也只能靠在店内刷盘子维持基本生活 直到2001年 他才得到了一个在剧院正式演出的机会 他倍加珍惜 并在此后的十几年里 一直都活跃在伦敦的舞台剧舞台上 此外 从那时开始 他陆续接到一些电视剧的角色 不管角色大小 都竭尽所能去演 他说 当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时 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没多久 他的事业迎来了转折点 2004年 BBC邀请他参演《霍金传》 而把表演与手里的角色相协调 并非一件意识 尤其是出演人物传记 除了剧本里面的条条框框 更多的是 要去揣摩人物内心的情感活动 但卷幅都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媒体称 他不仅呈现给观众一个实实在在的霍金 而且还不留一丝露缝般地展现出了 这位天才在科学与艺术 逻辑与情感之间的平衡 之后 他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英国学院奖的最佳男演员奖 但这个时候的他 距离成为一个好演员 还差一个好角色的成就 2008年12月 BBC开始着手筹备探案剧集《审探夏洛克》 而在编剧的眼里 卷幅就是主角福尔摩斯的最佳人选 所以当他再次顺利成为一部影视作品的主角后 他花了不少时间来研究其人物的特征 以及形式风格 事实证明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据报道 当他顶着一头蓬乱的卷发 身穿深色大衣出现在电视剧里的时候 所有观众 瞬间被这个说话语速稍快的侦探给吸引住了 而剧集播出后的第一个周末 他的私人生活也完全展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至于他在电视剧里的那件大衣 也成为了当季最热销的产品 甚至卖到脱销 一年后 《神探夏洛克》的第二季在伦敦首映 而那时的季节已处于深冬 但这丝毫不影响粉丝对影视作品爱的深沉 于是 他们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在门口排队等候 也是自那时起 转服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符号之一 但粉丝不知道的是 那个时候的他已经33岁 在越早出道越好的好莱坞里 俨然是个高龄演员 对此 这位大气晚成的演员倒是没有多加在意 他称 出名晚总比不出名要好 并且这一切都是靠自己收获而来 我已经很满足了 他身边的很多人也表示 卷服并没有因为名气而改变自己 不少演员在面对采访时显得呆滞无趣 但卷服却有趣而不设防 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时期的朋友还透露 这位中年时期才出名的演员 在校时就很显艳 不仅因为他是客上最有才气的演员之一 而且他就像一个有着异国情调的贵族 总是谦逊而羞怯 2012年7月27日 他站在格林尼治02体育馆的圆顶上 准备迎接2012年伦敦奥运会 他轻松地说道 这是何等的荣耀 将自己这样介绍给全球亿万的观众 同时他凭借第二季喜提金球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全球影响力人物排行榜上 他也力压女神卡卡获得第七的位置 因为出演福尔摩斯走红后 卷服被好莱坞大导演史迪文·斯皮尔伯格看中 出演了电影《一战往事》 这也为他彻底打开了好莱坞的大门 在影片中 他出演一个勇敢果断但刚愎自用的少校 但这也是他忌赎最后再度出演的一部战争影片 而剧中主角一身冲容 画着骏马的彪悍场景 也都被他完美地诠释出来 尽管在片中的戏份只有10分钟 但这些仍然在他的演艺生涯中 画上浓重的一笔 这之后 他开始尝试拓宽自己的戏录 并在电影《暗黑无界》 《星际争霸战》中首次出演一个反派 盘基选角经历 导演表示 纯属看中了卷服的人气 尽管如此 卷服还是认真对待 拍拍前他疯狂健身 增重 因为在他看来 那个反派人物 绝不是靠刷刷嘴皮子 摆几个飘逸的造型 就能应付的角色 影片上映后 媒体称 观众再次折服在他精彩的演技下 当然 既然演技精湛 获奖次数 自然也是数不胜数 除了前面的神探夏洛克 另外一次最亮眼的记录 则是2014年 他出演电影《模仿游戏》时 这是英美合拍的一部历史剧情片 卷服在其中扮演的是 剑桥大学的一名教授 他学术派的细腻表演 让他同时洗涤金球奖 和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说完事业 再来说说私人生活 据报道 卷服一共有三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发生在大学期间 当时他认识了同事演员的奥利维亚·波利 而直到他们的这段感情被曝光时 两人已经交往超过十年 期间 他们一直甜蜜恩爱 很少有过提分手的经历 但直到2005年 卷服远赴南非拍摄直到世界尽头时 两人却突然因为聚少离多而分手 但等到他回到英国后 等人又复合 可没多久 两人还是彻底分开了 卷服当时的解释是 对的时间和对的人两者都很重要 之后他跟时装设计师安娜·琼斯 短暂交往 直到2012年1月分手 同年9月 英国《星期日》劲爆爆出猛量 卷服的新女友终于浮出水面 他就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戏剧导演 苏菲亨特 报道称 其实早在2012年6月 卷服就与他一同在巴黎观看网球比赛了 当时 两人的互动看起来就像情侣一般 于是引起了外界的好奇 经媒体扒出 这位横空出世的女友 不仅出身名校 还很有气质 谈吐言行都颇有风范 判称财貌艰巨的理想情人 此外他曾在电影《浮华新世界》中 扮演一个小角色 也在2009年与卷服合作拍摄影片 《五娘同化》 2013年 卷服曾在电视节目中谈到 挑选情人的条件时表示 比起打扮火辣的女人 自己更喜欢言之有误的女性 他说 我相信幽默感很重要 而善于和他人一起工作这一点 特别性感 而相关评论人士认为 女友亨特完全符合他开出的这些条件 所以两人的恋情被曝光后 也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 并被视为很适合的一对 在一起后 卷服也公开承认 自己其实羞于在女性面前展现个人魅力 但和女友在一起后 他却比以往变得自信的多 但当被问及这段恋爱关系时 当年女方的母亲却含糊的表示 看看现在的世界 你永远无法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对此 男方家人的看法却截然不同 卷服的姐姐曾说 弟弟需要一位聪明的女性为伴 如今 卷服已经和女友苏菲完婚 婚礼日期是2015年的情人节 婚后 他们相继迎来三个孩子 而一家人出现在镜头面前时 温暖甜蜜的画面 令人十分羡慕 在《神探夏洛克》第一季第三集中 主角夏洛克有一句台词 我才不管首相是谁 我脑子里只装有用的东西 真正有用的 很多粉丝说 这也是对卷服人生最好的写照 诚如粉丝所言 他努力再努力 成为令人过目不忘的好演员 并且在成名后 人心态平衡 保持初心 所以尽管他今年已经46岁 但他的演艺之路还很长 初次见他还是纳格福尔摩斯 再次见到他已是奇异博士 如今见到的是一个在爱情中去世的同志牛仔 班奈迪克用一个个迥异的角色 让观众记住了自己 今年的他只差一步登顶奥斯卡影帝 他的全名叫班奈迪克康伯败区 由于他的名字实在是太拗口了 于是粉丝们给他起了很多的昵称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卷服 因为当年大部分观众第一次认识他在英剧 《神探夏洛克》中扮演的福尔摩斯 再加上他的卷发 因此中国观众亲切地称呼他为卷服 这里是布基岛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班奈迪克康伯败区的故事 1976年班奈迪克康伯败区出生于一个颇有地位的家庭 他的祖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潜艇军官 也是伦敦上流社会的杰出人物 曾祖父是一名外交官 曾担任英国驻土耳其和黎巴嫩的领事 曾祖父的父亲也是一名外交官 曾担任驻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的领事 2016年班奈迪克参演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英剧《通王冠》 在其中扮演理查三世 而班奈迪克本人其实就是理查三世的后代 这位历史上的短命国王在一场战争中丧命 最后失守也不知去向 直到2012年 人们通过考古手段发现了他的尸体 2015年人们为他举行了葬礼 班奈迪克也出席了葬礼 并且当众为自己的祖先朗诵了一段诗 说到这儿一定会有人问如此显赫的家庭 那班奈迪克长得怎么样呢 一个字丑 两个字性感 班奈迪克第一次去试镜福尔摩斯 被BBC高层强拒 原因是太丑了 但主创编剧很坚持 表示我们要打造一个与众不同 性感睿智的福尔摩斯 BBC高层依旧冷漠脸回应 是吗 没看出来 2010年7月25日晚上9点 神探夏洛克正式开播 到了9点20分左右 班奈迪克的名字登上推特热搜 如燎原之火烧遍全球 这大概是影视史上最快的成名速度 20分钟 在此之后 英国每日电讯报上演真相现场 评选班奈迪克为史上最伟大的20位福尔摩斯第一位 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看了神探夏洛克赶紧邀请班奈迪克来拍战马 从此班奈迪克走上好莱坞大道 说班奈迪克丑有些粉丝不服 但他真不符合大众审美 却很有特色 尤其是他的脸 福尔摩斯后 班奈迪克顺风顺水 获得奥斯卡提名 金球奖提名 霸占各大杂志的封面 千下漫威 奇异博士一上映又收获全球各个年龄段的迷媚粉丝 但在大红大泽之前 他跑了十几年的龙套 虽然他的家境很好 父母都是演员 祖父是海军少校 曾祖父是英国驻土耳其的大使 有我的家境可以让班奈迪克过着安安稳稳的中产生活 父母也是按中产精英培养他的 念哈罗工学 丘吉尔就是班奈迪克的学长 但他毅然放弃父母的安排 转去曼彻斯特大学修读戏剧 以至于毕业后他找不到工作 有整整六个月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他不得不在餐馆打工养活自己 好不容易接到一个小角色 却是十八线剧本 连他的名字都不会出现 2000年 班奈迪克才接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 爱的徒劳 依旧是个小透明 直到2010年的福尔摩斯 班奈迪克熬了不止十年 之所以BBC高层说班奈迪克太丑 但他依旧可以演福尔摩斯 是因为他在2007年的赎罪里 演了一位留着小胡子的强奸犯 戏份不多 但表演出色 神探夏洛克的制作人看了赎罪 才决定找他来演福尔摩斯的 又过了六年 班奈迪克加入漫威奇异博士 复仇者联盟 商业价值飙升 成为无可争议的好莱坞一线 不过很多人忘了 这也是他一步步努力争取来的 为班奈迪克打开命运大门的第一块枪门专事 霍金转 大家都知道万物理论 爱迪瑞德曼凭此拿下奥斯卡影帝 但鲜少有人知道的是 十年前 班奈迪克已主演过霍金传 并且豆瓣评分比万物理论还高 如果说万物理论是霍金的爱情简史 那么 班奈迪克演的霍金传则是霍金的科学简史 班奈迪克是细吃 不封魔不成活 为了演好霍金 他仔细钻研每个细节 去看望霍金本人是第一步 回来后还要把台词中的科学知识一一吃透 读遍霍金所有的著作 钻研肌肉组织萎缩病症 以及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 从手指无力 到勉强行走 到无法行走 再到话也开始说不清楚 让人不得不叹服又感慨 只有这种对表演的钻研精神才能配得上霍金 他还演过梵高 又在模仿游戏里演一个天才图灵 还拿下第一个奥斯卡影帝提名 一路数下来 班奈迪克演过很多高智商的怪才 福尔摩斯 霍金 梵高 图灵 时代周刊甚至直接以他的天才传记录写特稿 简直就是天才传记的收割机 后来他演起一博士 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又是高智商 班奈迪克当然又要读神经外科的书 还请来真正的神经外科医生现场教学 奇异博士和福尔摩斯都是高智商 是班奈迪克的代表作 有人问他们有什么区别 班奈迪克一本正经说到 福尔摩斯没有性生活 但是奇异博士有 主演当然更能成就演员 但他不在乎角色大小 也不在乎角色伪光正还是阴暗坏 过去 班奈迪克曾和好莱坞女神斯嘉丽 约翰逊对戏另一个波林家的女孩 不过 班奈迪克又是跑龙套 难怪不少人说 原本是冲着斯嘉丽和纳塔利去的 看了一会儿 惊异地发现了爱迪瑞德曼 再看了一会儿 又发现了班奈迪克 在维奴十二年里 凡奈迪克又饰演一个伪君子牧师 在《星际迷航2》暗黑无界 他是一位超人暴君 曾统治超过四分之一部分的地球 到梅尔罗斯 他直接演起了从小受虐待 长大心理创伤 而变成影君子的角色 精彩的演技 看得观众血脉喷张 一张张近乎癫狂的独角戏 将神经质 软弱 又有些小温暖的梅尔罗斯 逼真的让人想挠他 而说起班奈迪克演艺之路上 最奇葩的角色 当属霍比特人 赤毛隔聚战里的那条恶龙 班奈迪克说演这部戏 最让他兴奋不已 他穿起工作服 捕捉恶龙动作 感受下片场的班奈迪克 不演人而是眼龙 让班奈迪克更加放得开 他也知道有人嘲笑他的长相 他却用自黑化解 先承认自己的脸 长得和赛马水塔有一片 又说他的名字 读起来就像泡澡时放屁的声音 能自嘲自黑的人 更能走出困境 毕竟班奈迪克的人生也挺坎坷 也许很多人已经知道 他曾多次和死亡擦肩而过 第一次是婴儿时 大冬天的姐姐抱他去阳台 结果忘报回来 第二次读书的时候 遇到恐怖袭击 差点被炸倒 第三次是去印度之教 顺路去尼泊尔旅行 迷路差点可死 第四次最让人想不到 他被人绑架 绑匪用武器顶着他的头 那是在2004年 班奈迪克在南非拍 直到世界尽头 拍完后赶夜路回城 结果半路车胎爆了 突然灌木丛里 跳出六个扛枪的男人 围住抢劫 班奈迪克和几个剧组的人 都被绑了手脚 最后班奈迪克甚至被丢到后备箱 当他被拖出后备箱 等着处决时 内心慌乱 原来无论生活中多么深受欢迎 死的时候总是冷冷清清的 想象中的死亡没有到来 劫飞跑了 他们只是想劫财 经历这件事件后 班奈迪克的脾气变得很急躁 语速也很快 有一次他发作了创伤后遗症 重新开拍直到世界尽头 有一场戏要关上卷帘门 光线一点一点被挡住 班奈迪克受不了 大喊别把他关上 但工作人员没听到 他再次高声呼喊 拜托了 就让他开着 然后便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 这时工作人员才停下来 班奈迪克回忆这些时 眼泛泪光 他说那场景让他想起被劫匪 关在汽车后备箱的经历 为了克服恐惧 他参加心理辅导 每天运动 学习潜水 又过了几年 他终于让自己学会平静下来 也遇到了知心爱人 2008年 班奈迪克拍电影滑稽戏童话时 认识了苏菲亨特 苏菲是一枚牛津学霸 是戏剧导演 也是演员 班奈迪克其貌不扬 但自身有着独特魅力 和幽默感 赢得了美人心 他们的订婚很老派又浪漫 把订婚消息刊登在 《泰晤士报》上 公布天下 如今 班奈迪克有了三个宝宝 又安稳的家庭生活 每次有采访问 你要是现在开传送门 想去哪 班奈迪克毫不犹豫都是 想回家陪老婆孩子 事业上 经过默默无闻的十年摸爬滚打 班奈迪克逐渐成了起义博士 他的演绎之路还很长 比他的脸更长 奇异博士还会继续拍 今年他46岁 对于没那么帅的演员来说 他的路才刚刚开始 最后 探服漫威选角又狠又准 奇异博士的创伤 对班奈迪克来说 和他的经历有相通的恐惧 在解释过往几次 临近死亡经历时 班奈迪克说过一句话 让人颇为感慨 唯有经历才会懂得 12年过去了 班奈迪克的福尔摩斯 依旧是最好的 这里是Boogie岛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